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给大家带来几个常尾夹在我们生活中的神奇妙用 妙用一,没有夹子的衣架不好晾晒裤子 那我们只要在衣架上夹两个常尾夹夹在裤子上 这样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了 除了晾晒裤子,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晾晒拖鞋 把拖鞋这样挂起来晾晒 水可以从鞋底自然流下,干得会更快 妙用二,脸盆没有地方收纳 我们可以将它用常尾夹挂起来 并且里面还可以塞进小脸盆 整齐又省空间 妙用三,晚上睡觉的时候床单总是很容易往下滑 那我们只要准备几个常尾夹 将它夹在床垫的这个边缘 再把这个手柄卸掉 这样夹着非常的牢固 再也不用担心床单会乱跑了 妙用四,挂报纸挂杂质 妙用五,平时数据线和插头没地方放 非常容易掉落 那我们只要在桌子边缘夹几个常尾夹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妙用六 我们在两个常尾夹中间夹一张纸 就可以当手机支架使用了 或者还可以这样 横着放 竖着放都可以 妙用七 摆放明信片或照片 妙用八 防止毛线打结 妙用九 垃圾袋套在垃圾桶上总是容易滑落 那我们只要在垃圾桶边缘夹两个常尾夹 垃圾袋就不会再滑落了 妙用十 密封食品袋 妙用十一 我们找两根筷子 用胶带把它固定到常尾夹上 那么这样一个自制的剥瓜子神器就完成了 轻松用神力 妙用十二 我们找两个勺子 用棉线把它绑到常尾夹的手柄上 这样一个好用的厨房夹就完成了 用它来夹鸡蛋 夹玉米 夹地瓜 煎食物都可以轻松完成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回行针的八大妙用和一架的十二个妙用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 回行针妙用和一架妙用就能看到哦 除此之外 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500多个 实用有趣 省钱省店 编废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